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投票日 地区直选一共有67张名单 争夺35个移植 是回归以来竞争最激烈的选举 今次选举遭到左右的夹击 选情延进 现在的情况是相当来的 集中票员请你支持 在比例代表制之下 建制和泛民政党 将参选名单越拆越多 互相抢票 战果难测 临近投票日 候选人个个都告急 又用弃保策略打动选民 令选民一时间都难以抉择 这一票怎么投资呢 他可以出到个效果 出到个候选人究竟是什么 刘家怡在过去四个立法会选举 都有参与竞选工程 帮候选人出谋献策 设计宣传品 这个当年厉害经典 1998年的立法会选举 即临立会之后的第一次选举 当时我们已经很清楚说 我们不单止用民主政制 我们亦都要补民生补饭碗 所以就一个民主旅程上 拿着饭碗 15年来 他见证过各大政党所用的选举策略 经过多次的胜利和挫败 他认为政党今年终于充分掌握 比例代表制的竖门 明白制度不利大党发展 要扭转局势 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拆名单参选 我们以香港为例 你100% 你有7个议席 我除了7 你大约有14.3% 就是一个门槛 你入到这个门槛 就已经一定补到一席 当你那个政党 受大家欢迎的 你甚至乎不止拿14.3% 你拿到20% 但是你拿到20%的时候 你是否有机会拿到两席 未必有机会的 他剩下的余颜 就只有5% 但是另外一个政党 他只要聪明一点 他分A队 B队 但是他们同样都是拿到20%的支持 但是他只要分得均匀了的时候 每个有10%的票 他们的最大余颜 在这三个比起上来 就变成这个排第二 已经是入不了下去的 这个选举制度根本不是斗大家高分 是斗大家 谁紧紧合格 他们做出来 你会见到就是 我不做不错 少做少错 多做就多错 哪一个多做了事 他的争议性就大了 但是这些争议性的话题 就令到他一定会跌分的 特区政府在回归后 改用比例代表制 政界普遍认为是针对民主党 因为他们在回归前95年的 单议席单票制地区直选中大胜 用四成的得票率 就赢了六成议席 民主党可以说 垄断了大部分 分居直选议席都不合格 因为这样的状态底下 这个肯定就不会 中国政府 以及外国力量 所能够接受的结果 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少佳 回归前担任特区筹委会 第一届立法会产生办法小组召集人 当时他力推立法会地方直选 要采用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者的特色 希望各个势力 都可以按照他在社会上的支持程度 得到他应有的意义 意思是连要大家 都可以在这个转举过程当中 谋取到政治利益 当时即使比例代表制提出来的时候 也有外国人是反对的 意思是当时的外国力量 属于弱势 打折将来 他们属于强势的时候 这个比例代表制就变成了 就帮助民主会维系 比例代表制可以制行一党独大 回归初期 建制派亦都因而在地区直选 得到更多移植 逐渐壮大 讽刺的是 这个制度今天造就激进力量冒起 只要得到一定选民支持 候选人就可以凭着少数选票 进身议会 有些人不满我们的制度 是引入一些所谓激进民主 我不觉得激进民主 太过激进 你看欧洲的激进力量 比如右边那些 水纳税主义政策 左边那些就是共产主义 香港所谓激进派实际上 如果看它的政纲 实际上就不是太激进 他没有说到 这些大批模的财富再分配 政策范畴 日后那个政策局 这十几年来的经验 很多的私政困难 其实关键究底 最重要原因 不是反对派民主派 即政治派力量浪大 也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建制势力 还是相当分散 大家就没有必然 跟我们在这儿 那你苦战自然困难 今届选举 不单止泛民主派分裂 即使建制派同样山头临立 互增选票 在港岛选区 建制阵营参选名单就有七张 比上届多出整倍 我猜到很难预测结果 就是因为建制派的一些 大的政党 他们拆了两条名单 然后另外有一些 比较基层的 比较工会 那些也有 另外 即使在所谓中产那里 其实也有两个 看下去很似的后主人 好像世仇一样 打得很厉害 反而平时政治上很对立 那些互相之间并没有那么激励的争辩 今年我看到其中一个有趣 就是智商残杀的 这个现象是挺明显的 洪惠文是港岛区选民 他认为分册名单 虽然令到阵营内控 但是可以拉阔政治光谱 对选民来说 不完全是坏事 选民他对于每一个议题 其实他都有一个光谱 譬如他经济上有一批人 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说传统他做了中右 即是我是很支持自由经济的 还是我很支持政府 都很高度干预的 还是我在中间的 政治方面就有另外一种的 我很爱国爱港的 我很反中的 中间也都有 当国光谱拉扶的时候 他比较容易去找到一个 他认为是代表他的人 今年有好几个反中国议题 在选举期间发酵 舆论关注的扩大自由行 和中港融合 都不离建制阵营 可能是这几年的中港矛盾 是越来越严重的 这个矛盾我自己个人觉得 一方面固然是因为 双方的文化不同 也是因为双方现在的接触 更加的频密 制造这个矛盾 是会帮到某一些的候选人 最近期的国民教育 就更加是这件事推到高峰 一定要表态 其实我们想到自由 其中一个自由是 我可以自由不表态的 现在就是你不表态 就是魔鬼来的 多了人是讲到 所谓香港的本土价值 本来是没问题的 但是本土身份 和他本身的国民身份 作为一个对立 这个本身是有一个问题 香港本身 一个没资源的地方 而我们背靠的祖国 它有很大的市场 它有很多的资源 我们今天喝的水 吃的食物 这些全部都是国家后面 作为后盾的 反对大陆加油 反对大陆加油 代表制的产物 同时也都反映民意 不能够透过议会 影响政府政策 令到市民 越来越倾向用对抗的方法 向政府说不 我们看到我们的代议政策是完全失衡的 民意代表是没有办法将我们的声音 带到入议会 无论是反地铁加价都好 甚至乎是公屋居屋 这些所有民生或者政治议题 香港市民的诉求 全部都是被诉诸 不要放弃 反对权分有用 正正所有正常的途径都做不到的时候 激进的力量就突显了出来 将我们香港市民的愤怒和怒气 就用行动突显了出来 所以这些就叫做官逼民反 你看到最高的两个大厦 其实就是深圳的 在深圳河的香港这一边 就是一个特区 这样融合了 其实对于我们在这里住开的人来说 其实会有什么转变 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是觉得很忧虑 刘耀文住在粉岭 政府计划发展新界东北 令他担心附近一带 将来会变成面向内地人的豪宅区 这两三年其实很感觉到一种 香港越来越迁就大陆 去倾斜一些发展模式 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民选议员 大部分都是不太察觉这种情况 有没有一些候选人 去郑江是可以提出一些 本地居民很关心的议题 例如怎样保护这个繁体字 在公共场合的使用 或者怎样导致相非 九十后的刘耀文是新界东选民 这一区的议席今届增加到九个 有十九张名单竞逐 属全港之冠 选择虽然比以往多 但是他觉得候选人的参选理念 始终走不出民主和建制对立的旧框架 对新界东以至全香港影响深远的 中港融合议题 并不是他们的竞选主族 这群人的出生 其实就是一种民主和建制的对立之中出现 这样形成这群人 他们对于怎样发展 或者跟中国的关系是怎样 其实没有什么想法不漏到 新界东北发展计划 大家认为里面应该建议什么设施 最能够符合香港的长远利益和发展呢 新界东北其实大部分现在是农地 其实香港应该要重新研究 在农业发展上 我觉得新界东北那边的发展 是一个全面的市镇 一定要保育到 一定要兼顾到原居民的利益 你选举的时候当然是说得很好听 国家都支持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空泛的承诺 是否可以保卫到香港的利益 我觉得是比我们考头上重要的 我要怎样坚持平反六四 我觉得这些已经是次要的 中央相非和香港 刘耀文说反对中港融合的声音 在社会上虽然属于少数 不过在比例代表制这个游戏规则下 候选人在新界东 只要拿到低至百分之六的选票 即使属于小众声音 也有机会入局 可能会多了一些 以于主流的声音可以入去 因为其实香港民意 其实都很一面倒下 发展就是很低 很多政党都是没有一个长远的视野 就是香港应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 其实很少人去想的 因为在一个人体制里面 就是因为你永远不会执政 其实你每四年做一次反对党 你可能就已经可以拿到一些票 最基本的一件事是大家享受 在一个地点里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当初搞这个项目 其实最大的目的都是大家踩上去 拍摄啊 快拍摄啊 快来啊 快拍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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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新界东选民的阿口 去年在网上创立一个群组 鼓励市民尽情使用公园草地 扩衡政府的过度规管 作为年轻选民 他说自己的投票取向 已经不再满足于候选人 是不是支持民主这么单向 民主发展啊 人权啊 有一些这样的很大的terms 但是 去到这些 这些这么抽象 或者这么top的一些concept的时候 其实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例如可能草地的一些constraint 其实可以再宏观点看 其实是一些公共空间的限制 是很接近我们平时的生活的 但是我又不见到有很多什么的草草 发出太阳了 由于地区选举制度的当选门难低 所以涌现不少独立候选人 打着独特的议题 希望拼取一席 他很多人 有少少惊喜 其实你越多人 在一个这样的竞选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需要表达他自己的一些理念 一些立场 其实他带了一些新的声音进去 我不介意他有没有得赢 因为那时候正正是因为 你concept某一个阵营赢不赢 或者某一个人赢不赢 反而你不是投他那个理念 或者他那个人 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这样的quality去代表你 港式比例代表制 虽然可以促进议会 反映多元声音 但是参选名单更多 也都令到选民无所适从 这样的情况 放出其他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国家 实属寒电 我们比例代表制的 有多少飞努飞马才可以的 政党就可以参加 大政党也可以 小政党也可以 甚至个人也可以的 你才能见到 两个人走出来 找两个人 当他帮忙 整理名单 然后再做参选 你勾了怎么可能呢 比如你德国 如果你不是 因为相当规模政党 他都不给你提名单 是不是要用回欧洲所用的那种 只准巨规模政党 才可以参与选呢 现在这样就变成了 推动政党正义发展的了 要推动政党出现的了 这个是不是中央政府所 希望见到呢 又不是 今届立法会选举 新增五个 俗称超级区业会界别议席 三百多万 原本不属于 任何传统功能组别的选民 今年可以在这个界别 多投一票 大部分的市民 是不知道自己有两票 无论他是基层也好 还是中产也好 这些情况是很严重的 开完街之后 你们这里有没有麻烦 一天下来几次 叫你逃远一点 没有人可以帮得到 宫派双围 浪费 那你知不知道 今天多了一票 这件事我知道 一人可以投两票 对了 一人可以投两票 但是知不知道 你怎么投 不知道 那我会觉得 这个选业制度 第一 大家又不知道 那些议员怎么当选 第二 大家自己有多少票 有多少权利 都不知道 我们的政府真的很失败 但是他的失败 是惩罚选民 惩罚我们 我们的基本权利 对刘嘉仪来说 一人有两票 不代表民主进步 本身反对 这个政改方案 超级区议会 那一票 投不投好呢 他说要等到投票日 视乎形势 先再决定 很矛盾就是 他已经变成一个 政制上的实体 如果我不去投的时候 很明显就是 另外一边的价值观 的朋友 就会多拿一个位 而他们进入到 立法会的时候 他们不是帮我们 守住香港的那条底线 那去到这个时候 我只能够看大局 今年因为刚刚 国民教育这件事 因为单一议题的激化 我想投票率一定会高了 对建制派来说 都会有点影响 感觉上是很沉重的 心情 真的有少少 03年的感觉 大家要再重新思考 这个选举期间 那种互扣母子 你是我那边的 你是他那边的 但是香港其实 一向都是一个 多元包容的社会 超级区议会 一直以来 我都是一个 很难抉择的一点 老实那句 我真的到今早六点钟 我才决定 去投这两血 今时今日 香港市民已经明白到 这个选举制度之下 投票只不过是 第一步 接着我们要对抗 整个香港的赤化 或者整个香港的 核心界的捍卫 一定要由市民自己走出来 接着来是 反掌寿司呈宪 皆大欢喜之 唐心风波 三十年代 世界千云密报 美家华人 怎样行烟血 人家应有的公民权利 和尊重 1949年 中共成立 美国政府 为防赤化 怎样对待 中国留美学生 我的研究工作 做得非常非常成功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就留我在那 航机带下去 所以我就走这条路 就没有回国 华人移民市 金山行 下星期六晚七点三十五分